古时有位大将军 战功赫赫 天不怕地不怕 但就头疼一件事 他是个秃子 他认为自己堂堂一个大将军 怎能秃头 愁就不说了 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了自己的威严 于是他托人四处寻衣问药 尝试了各种土方法 钱花了不少 可秃头非但没致好 反而比以前更秃了 大将军由此整日愁眉不展 寝食难安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一日 大将军正在府上坐着为这事发愁 忽然家丁来报 说府外来了一位自称专制秃头的汉子 再秃的头他都能治好 大将军文后大喜 赶忙命人将那人请进来 可一见到那人 大将军傻了眼 只见他二三十岁 长得小头小脑 其貌不扬 身上穿得破破烂烂 更离奇的是 他用一块破布当围巾 将自己鼻子以下到整个肩膀都围了起来 而且他也是个秃子 大将军顿时勃然大怒 他力声喝道 哪里来的叫花子 敢息弄我 来人 给我乱棍打出 说完 他大手一挥 正准备让家丁将那人赶走 这时 站在一旁的将军夫人劝道 俗话说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你不妨就让他试试 如果治不好 到时再将他赶出去也不迟 大将军觉得这话在理 便对那人说 我就让你治治 治得好有赏 治不好 我就治你的罪 那人听后依然镇定自若 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药 对大将军说道 我手上的是专制秃头的神药 每天倒一滴抹在头上 不出一个月就能治好将军的秃头 大将军冷笑一声 这样的骗局他见得多了 便问那人 既然这要真像你说的那么神 那为何你不用来自自己的秃头呢 那人笑道 我之所以顶着个秃头 就是为了向你演示 我这样的神奇功效啊 如果将军不介意 我现在就为你演示一下 只是我这要怕人怕光 用的时候需要用白布把我围起来 任何人都不得朝里看一眼 否则就失去他的功效了 大将军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 他赶忙叫家丁准备了四块巨大的白布 然后四四方方地围了起来 围好后那人便走了进去 从外面虽然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但是透过那人 映在白布上的影子可以看到 他先倒了一点要在手上 接着用手在秃头上抹来抹去 抹好后 他把那块围住整个脖子和肩膀的破布 一点点绕下来 一边绕 一边将那破布盖在自己的头上 等那破布全被绕下来时 他的整个上半身也被破布遮住了 过了大约小半炷香的时间 他又小心翼翼地 把盖在头上的破布取下来 绕回到自己身上 等这一切全做好后 他便掀开白布走了出来 一见他出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方才还是凸溜溜的脑袋 此刻已是长发飘飘 大将军连忙上前细茶 这头发是实实在在长在头皮上的 并非是假发 果然是神药 大将军大喜 他多过那人手里的药 急着想往头上抹 却被那人拦住了 那人告诉大将军说 第一次抹这药时最好是在晚上 刚开始可能没什么效果 但坚持一个月后就能像他一样 让头发随时随地长出来了 大将军如获至宝 收好那神药后 便吩咐家丁准备银子来重重仇谢那人 就在这时 大将军的儿子忽然对他而语道 父亲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之前我看到那人的眼角下有刻制 但当他从白布里一头长发出来时 那刻制却不见了 而且仔细看会发现他的头好像有点歪 他不是什么神药治好了秃头 而是江湖上传说的换头术 一听这话 大将军心头一震 他赶紧看那人 果不其然 那人眼角下的制不见了 而且头确实有点像左歪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如此炎热的天气 他还用那么厚的破布 将脖子和肩膀裹得严严实实 难道说在那破布下面 真的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 大将军便叫人拿来一条丝绸做的围巾 对那人说道 你给本将如此神药 真让我感激不尽 这条围巾是送给你的礼物 我现在就给你换上 说完 大将军便伸手去扯那人围着的破布 没想到那人立刻神色慌张起来 他连忙捂住破布 摇手说道 不了不了 这破布我以为习惯了 大将军哪肯听他解释 不由分说地上前来解他身上那破布 两人便拉扯起来 大将军力大 一下便把那破布拉了下来 眼前的一幕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大将军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人居然长着两个脑袋 而另一个正是之前秃了的脑袋 双头连体人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种罕见的妊娠现象 可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 人们却把这种人视为妖怪 一时间 整个将军府一片哗然 将军夫人吓得当场晕倒 家丁四下逃窜 摸刀的摸刀 找棍的找棍 大将军也后退了两步 抽出了妖间的宝剑 指着那两个头的妖怪力声喝道 何方妖孽 赶来我府上作恶 说完 他便举起宝剑准备砍去 没想到那双头妖怪一下跪在地上 喊道 将军饶命啊 我们是人 不是什么妖怪啊 接着 他们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这两兄弟是广西人士 秃头的是哥哥 长发的是弟弟 他们自打出生起便是这个样子 父母将他们当妖怪 准备扔到山野里 可在路上被一个老和尚撞剑 拦了下来 那老和尚收养了他们 等兄弟俩长到十二岁时 老和尚不幸病逝了 兄弟俩只好流落街头 一起讨为生 可不论他俩走到哪 都被当成妖怪追打 为了生存 他们只好找一块破布 将其中一个脑袋裹住 由于他们本来就生的小头小脑 再加上他们穿得破破烂烂 就算脖子上的破布裹得乱七八糟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兄弟俩就这样艰难地 过了这么多年 一天 他们听说了这将军府上 郑仲金寻找能治秃头的郎中 兄弟俩便想了这么一招换头计 而那所谓的神药 不过是普通治咳嗽的药水罢了 要不是生活所迫 他们也不会想出如此骗术 听完他俩的讲述后 大将军冷笑道 这么说 现在最困扰你们的 就是一个身体上多长了一个头 这个好办 只要我帮你们砍掉其中一个头 那另一个头 不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吗 你们自己选吧 是砍哥哥的 还是砍弟弟的 大将军边说边举起了手中的剑 兄弟俩一听这话 哭着求饶起来 忽然秃头的哥哥停止哭泣 下定决心说 大将军 如果你非要砍我们一个头 就砍我的吧 保护弟弟是我身为兄长的责任 话音刚落 旁边长发的弟弟也急了 不 还是砍我的头吧 我已经拖累了哥哥这么多年 请砍我的头 让哥哥过正常人的生活吧 兄弟俩争着要大将军砍自己的头 突然大将军哈哈一笑 他收回剑 急不上前 搀扶起兄弟俩 说 方才我只是是他 如果你们自私自利 为了活命不惜出卖自己的亲兄弟 我就把你们当作没人性的妖怪给砍了 但你们刚才表现出的兄弟情 让人感动 拥有如此深厚的兄弟之情 怎么可能会是妖怪呢 说完 大将军吩咐加丁 将原来给他们的酬金再加一倍 他对兄弟俩说 你们可用这些银子 找个偏乡僻壤购置一块田产 从此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 再也不用风餐露宿躲躲藏藏了 接过银子 兄弟俩再次跪下 向大将军表达感激之情 送走兄弟俩后 大将军忽然看开了许多 他心想 这事上居然还有人顶着两个脑袋生活 和他们相比 自己的秃头又算什么事呢 于是从那天起 他便再也不将自己的秃头 放在心上了 嘿 还真是怪事 自从他不在意自己的秃头后 他的头上反而慢慢长出了头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